文杰姐姐妳好 哈囉 高雄凡妳好 妳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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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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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addi Ka 我呢現在第一次到曼谷來買了房子 然後準備我的退休生活 我每天呢除了打球 還是打球 晚上小喝一點點小酒 那為什麼會選曼谷 就是因為離台灣最近的島國國家 我很喜歡所有的島國 它的房價也很便宜 還有一點就是 曼谷的人生活很慢 很適合我們即將退休的人 好久不見大明星文杰 文杰姐姐妳好 哈囉 高雄凡妳好 妳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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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輩前輩前輩 Sawaddi Ka 那我們就請這個文杰老師 跟想念他的粉絲們打個招呼 然後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一陣子以來呢 都是過著什麼樣子的生活 我呢現在第一次到曼谷來買了房子 然後準備我的退休生活 我每天呢除了打球 還是打球 晚上小喝一點點小酒 妳這個全世界各地 妳居住過哪些大城市啊 洛杉磯 紐約 那為什麼會選曼谷 就是因為離台灣最近的島國國家 我很喜歡所有的島國 它的房價也很便宜 還有一點就是曼谷的人生活很慢 很適合我們即將退休的人 打球便宜 然後住宅 它的品質很好 然後相對也非常有便宜 那我們共同的朋友Tank 為什麼妳會想說就是跟他買房 Tank的一個公司很棒 叫咪咪 就咪咪帶我去看房子 其實我在決定買房子 只有花了一夜的時間 據我所知 妳從簽訂買了房子 到妳可以住進去 妳花了多久時間 大概45天吧 妳買它之後 然後把東西裝潢好了 妳搬進去住 妳只要花上45天的時間 就兩房一廳 是對我們來講是OK的 等於台灣的30坪 可是妳說30坪是10坪 對 不是還含公社的那種 如果在台灣的話大概就50坪 Ando問妳妳買多少錢 大概1800萬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它很便宜 像我們家有360度的游泳池 這是我沒有看過的地方 然後健身房是在頂樓 那個在台灣可能要花 兩億才有這個品質生活吧 好心動喔 因為它離台灣又近 所以即時即時有什麼事情發生 三個半鐘頭就回台灣了 以醫療品質來說 曼谷這邊也算是蠻高檔的 對 所以妳在這邊可以住得很放心 所以對於我們現在有一點點年輕 就是醫療是我的考慮啦 吃是我的考慮啦 住是我的考慮啦 然後方便性是我的考慮 當然最主要是價錢 還是很精明的嘛 當然 謝謝文杰老師 但是呢 好久不見大門新系列 我覺得今天我可以連做個三集 文杰老師我可以採訪他們嗎 欸不可以 因為他都沒有我美麗 你就是獨家是不是 沒有沒有 Just kidding Just kidding 謝謝文杰老師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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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山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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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